今天來爬的這座山是無寮間 全長大約5公里 高度是639公尺 算是難度級別比較高的嬌山 因為幾乎全程都沒有步道 都是由原生的樹林地和攀升組成 抖上坡跟抖下坡 真的是超級考驗大腿跟膝蓋的能力 所以人稱百月練習場 爬百月前一定要先來試爬無寮間看看 靠近變成爬行淚洞 路途中常可以在山峰中看見非常漂亮的美景 很值得大家去挑戰看看喔 再十分鐘 這次是和我在殘酷舞台認識的菊匡 還有他的朋友們一起來爬 也謝謝他們照顧的這個爬山新手啦 最後了最後了 最後了最後了 再十分鐘 蛤? 沒有啦沒有啦 哈哈哈 你可以看一下後面的風景 很漂亮 但我最好不會 我們在爬了多少 現在大概 大概 還不到二分之一 還不到二分之一 最後一步 我們是從平低攀上來的嗎? 對 所以我們攀真的攀了六百多公尺 各位 現在看到了 就是五條間的封頂 看出去的美色 我現在很喘 沒有辦法好好說話 超級累的 經歷了 大概 五點半開始爬了 大概爬了三個半小時 哈哈 其實好像本來不用爬那麼久了 但是因為我真的太累了 然後又加上我們有在拍一些素材 還有一些一遍 所以其實花了比較久的時間 但 其實 算是 滿好玩的 體驗啦 滿足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下山去吧 來到了一個 在山中隱居 的阿婆小店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在山中隱居的高人所開的小店 那它其實是在這個下山的途中呢 就會經過一條 算是秘境吧 然後之後就會來到這個小店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可以喝到一瓶 像這樣子的冰冰的飲料 那簡直就是提神 那如果你們有來爬五遙間的話呢 都可以來這間小店 每次爬山都好狼狽喔 每次爬山都好狼狽喔 每次都想說爬山的時候要拍一個Vlog阿 然後可以 賣美的 然後 好好的上傳一下 結果發現每次爬山都累得跟什麼樣 我現在頭髮應該都是濕的 所以我剛剛把帽子戴上了 因為實在是太狼狽了 其實很多人 因為到最後啊 這個山實在是有一點點的難度 所以到最後它 在這個產業道路的下坡的時候 都會用倒退路的方式 但是因為我小時候陰影 還記得我國小的時候啊 就是在操場上在那邊倒退路跑 然後結果跑一跑呢 就直接 然後我就摔在地上了 差一點腦震盪 所以之後呢 我就再也不敢 再也不敢怎麼做了 後來發現 腳真的太痠了 所以我也來試一下 我們來試一下往後走走看 但我們只能慢慢走 對 不然我趴我等一下跌倒 各位 我們看到 看到陸地了 我們就這樣子 趴完了整個五寮間 嘿 這是我們 的登山口 好開心喔 我們的登山口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五寮間的等級 算是荒野探險級 它其實全程長度沒有到很長 大概五公里 但 給大家看一下其實 給大家看一下地圖 並不是很好走 我們這樣走了 也花了大概五到六個小時 非常的難爬 啊 我們終於爬完了 我們回到了當時的登山口 玉璃商店 分享一下心得的話 我覺得 五寮間是一個 給新手爬 算是有一點難度的山 所以人家才會說它是百月的練習場 就是要在 你要去學登百月之前啊 你要先會爬 爬過這一座山 然後你覺得你OK了 你才適合去拔百月 因為其實百月也會有蠻多的攀繩之類的 然後也有很多抖上坡 抖下坡 你要學會怎麼去走這些路 然後你也要判斷一下你的體能夠不夠 對其實我一直都覺得我的體能算是蠻好的 對一直以來都覺得蠻好的 但其實我今天也是炸了好幾次 我覺得崩潰了好幾次 蠻累的 那 好啦 那很推薦大家可以來爬爬看啦 其實算是很有趣的一座山 不會都是那種步道啊 然後讓你一直走階梯的那種感覺 蠻有挑戰性的 那也蠻好玩的 那我們下座山見囉 掰掰